第二就是有被圣灵充满 这就是掌控的意思 圣经说不要醉酒,酒能死能放在哪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不是,你是我被圣灵充满,我是我有 你可能会认为,哇,你太过于自信了 你表现很属灵 你甚至你会觉得我很骄傲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事情给你听好 当你说你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表现属灵,不是因为你骄傲 不是因为你自信 而是你知道你顺服圣灵的命令,阿们 这是神的话语 我希望今天也是你的答案 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吗 是,因为我顺服圣灵 圣灵说不要醉酒,酒能死能放在哪要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根据我所知 我对我自己心灵和生命的观察 我现在顺服圣灵 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就要问 什么是圣灵充满 不要笑啊,多人信仰耶稣 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根据希腊的原文 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 圣灵充满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放在圣灵的手上 任由圣灵来管理 以致整个人在生活上都表现出圣灵要他表现出来的 圣灵充满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放在圣灵的手上 任由圣灵来管理,以致整个人在生活上都表现出圣灵要他表现出来的 所以今天已经有一个答案了,今天你圣灵充满了没有 今天你让你的生命给圣灵来掌控的没有?掌控的意思 我允许圣灵掌控我的生命 所以我很坦白的,谦卑的你说,我有 不是我比较属灵,不是我比较厉害,也不是我比较好 只是据我所知,我现在此时此刻由圣灵来掌控我 阿们,这就是保罗在以佛所书第五章十八戒的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些这个原文 他说,不要醉酒,酒能死能放半,乃要被圣灵充满 早期的时候我真的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啊,他把醉酒和圣灵放在一起 怎么能够把醉酒这么没有标准的东西 可圣灵来比较呢?原来,我当我了解的时候 原来神是有意思的,不要醉酒,醉酒在原文叫Methoskos Methoskos就是说,不要中酒的毒 你不要中毒啊 你不要中酒的毒,你要中毒,你就中圣灵的毒 就是醉,不是醉酒,而是圣灵充满 圣经讲,哪样,哪样,原文叫阿拉,大家讲阿拉 阿拉的意思是说,相反的,但是,然而相反的 如果我要醉酒,我相反的,让圣灵来充满我 而充满,刚才我讲的,充满的原文意思是叫Pherol 意思是说,使满,使充满,装满,加满 以至不再有任何需要的,填满,加满,满到出来 使各方面都得以完全,使完全完美 这样啊,我举个例子,帮助你明白 有两个男人在喝醉酒 其中有一个喝嗨了 他说,我要飞,我要从窗口跳下去,我会飞 然后,他就跳下去了 各天早上,这个男士断手断脚的,躺在医院里面 问另一个男人说,为什么昨天你没有拦住我 那个男子回答他说,因为当时,我也相信你会飞 我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他不在他的精神的状态里面,他不在他的艺术里面了 他变成另外一个人,连喝醉酒有这样的状况,圣灵充满 就是要让你成为另一个人,心长的人 为什么我信主的主,为什么我看到没有什么改变 我第一天信主道介绍你们,因为你有被圣灵充满 弟兄弟妹,圣经讲,这是一个命令来的 当说这是一个命令的时候,意思是说你可以选择顺服还是抵抗 当说这是一个命令的时候,你就要选择圣灵充满 还是被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所充满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呢,不是单数的,不是singular command 而是复数的,fural command 意思说这个command,这个命令不是给一个人而已 这个命令是给所有人的,不仅仅是给牧师,给领袖,给同工,给宣教师而已 而是给所有信徒,包括你和我,包括今天你刚刚信主的一个信徒儿,耶稣 听说你们,神要我们圣灵充满 因为正常的基督生活是要被圣灵充满去生活的 也就是说,就算你懂得太多,你经历太大,你见过的世面再广 这一切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就不能够,你也没有这个能力活出正常基督生活 所以这个命令是给所有基督徒的,这命令一发出 你和我,就有责任做出选择